Zither Harp 梦里海底发着光 呼吸海里的阴阳 藏好染雨的翅膀 陪着你在海里游荡 没你陪伴的晚上 对着雨淋湿愿望 能不能把你留下 在这片美丽的 有我的海洋 风泛起海浪 任余在流淡 爱情的海洋 我们似义生长 热闹还弹下 看雨落月光 为我们照亮 彼此温暖是他 想散尘日光 碰在手心上 有太多愿望 都还列不及家 不如就这样 陪着你翱翔 在浩瀚的海洋 有你在哪里方 事情就是这样 我们会重新恋爱侦查 到时候希望你能陪我们调查 到时候一定会好好配合的 好 谢谢 谢谢 他们也来找过我 怎么会这样 那些照片是从哪里来的 商站的手机不是都扔进海里了吗 你记得苏青跟我们说过 有人威胁他找商站手机的解码师 对 那岂不是有人在重新调查当年的事情 我们得把这个人揪出来 总觉得这事跟李子欣有关系 明天他约我见面 我先去会会他 最近剧组不是很忙吗 怎么有时间约我吃饭 林总真不知道什么事 你自己做了什么 自己经历不清楚吗 我不知道 贵公司真的不能再拖钱去做款项了 你说这个 我最近太忙了 那笔款项没来得及审核 等我回去就处理 公司账上没钱 我都知道了 我会想办法的 其实我也是今天才知道 原来公司的困境 跟林里梅签约程有关 公司融资失败 多多少少和我也脱不了干系 你说这话什么意思啊 其实我今天过来啊 是特意来跟林总道歉的 剧组那边我可以帮你拖着 李里那边我也问了 还没签约成 我们公司 我们公司刚好有个新项目要开 是知名编剧高盟的戏 所以我想让李里试试 你为什么帮我 之前苏琪 商业竞争吧 况且帮你也是帮我自己啊 我归公司要是真的倒闭了 我找谁去帮我舔着的窟窿啊 我想恐怕是有条件的吧 还真被你看出来了 那我就直说了 我想入股你们公司 你现在可是华宁影视的大红人 看得上我们啊 都说不要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 我这不是也给自己多几个选择吗 不怕你师父知道啊 有一种合同叫做保命协议 林总考虑一下 我技术入股 贵公司缺的不就是内容吗 互帮互助 我说过 这才是个开始 所有的事情都是你在搞鬼是吧 犯罪的人一定会受到法律的制裁 这个庄小桥 画里有画的什么意思啊 小小姐 如果她说的是真的 我们都大难临头了 我们的事情 光凭她一个人怎么可能查到 她后面肯定还有其他人 什么季凡一 李子欣 我看他们就是想故意搞垮我们 你先别阴谋论 这事应该是张小桥自己干的 跟子欣没什么关系 你什么时候叫得这么亲密了 我的意思是 我们是华宁影视的投资方 李子欣和我们对着干 最终伤到的是她自己的项目 如果项目失败了 她以后怎么再华宁立足 万一她就是要和我们鱼死网破呢 她有什么理由这么做呢 庄小桥只是一个十八线小演员 李子欣为什么帮她 分散着她缺欠 你怎么就不相信我说的话呢 警察都已经找上门了 你忘了吗 你知不知道 就在前几天 李子欣帮我签了信 李李很快就要签到我们公司了 不对 这太奇怪了 这绝对有阴谋 是 她给我提了条件 她要入股我们公司 她要入股我们公司 我不同意 可是我也没有选择了 她愿意跟我共同承担风险 以后呢还会作为我的内容输出 对我来说完全没有任何损失 我不喜欢她 这部戏已经都是我的极限了 我不想每次到公司 还要看看李子欣 好啊 那我就回去了 你把利利拉到我们公司 你来解决公司的才有问题 你明知道我解决不了 是 我也解决不了 可是我不能看着公司的资金链 就这么断了吧 你啊 就是被吓坏了 她手里不过几张照片而已 我们怎么说都可以 张小乔拿到股份是好事 她不会再久之不放了 她总不想公司逃避吧 你啊 如药在想的 我要弄多久啊 马上就好了 你着什么急啊 一定要这样吗 一定要这样吗 当然了 婷姐可吩咐我了 一定要让你的皮肤啊 变得Q弹Q弹 婷姐这个人 有的时候总是爱做这种 奇奇怪怪的事 我不想弄了我 别别别 别摘 还有呢 还有 这个是干什么的 这个 就是对你皮肤特别好的 真的假的 感觉好辣辣的 怎么会好辣辣呢 你确定是这样的吗 马上做好辣 你笑什么啊 我 我没笑 我没笑什么开心啊 我今天多开心 但我觉得有点痛啊 真的啊 嗯 姑姑 你怎么笑这么开心啊 我 没什么呀 你最近怎么样啊 我挺好的 吃吃喝喝的 很轻松 好 那就好 我跟你说啊 姑姑 我拿到林志和夏拉的出轨证据了 我这边特别顺利 太好了 对了 听说 你谈恋爱了 是余生吗 对 你走了之后 他回来找我 所以 余生在吗 让我跟他说句话 他 他现在可能不太方便 你放心 姑姑不会阻担你们谈恋爱的 姑姑看到你这样 姑姑很高兴 我不是那个意思 我给你看一眼的啊 她说话 这 这是什么呀 紫荆 你让我当小白鼠啊 看到你们谈恋爱谈得这么好 我就放心了 姑姑 你怎么咳嗽了 姑姑 你怎么咳嗽了 没事 有点感冒 余生啊 我把子欣交给你了 你好好对待她 放心吧 姑姑 我肯定会把子欣照顾好 那就好 好了 那你要照顾好自己啊 我会的 你也照顾好自己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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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了 说不上来 说不上来 总觉得 怪怪的 你看你 哭什么 我还没死呢 人们都说 落叶归根 落叶归根 可你到了最后 人啊 埋在哪儿都一样 我现在看到子欣 跟余生挺好的 我就安心了 起码让她知道 她的姑姑 爱她 老板 老板 我给你准备了结婚业了 庆祝你凯旋 这几天没联系上你 可把我给记坏了 我们直接去剧组 找子欣 可你这样 不太合适吧 嗯 好 那先去尝尝吧 好嘞 来 尝一下这个 澳洲空运的牛排 怎么样 好吃啊 我说过不过骗你嘛 你跟着我 山珍海味少让你点 就是 那我们等一下就要去找医生 所以我们先来个口径统一号 有什么好处呢 好处 从今以后 你的货食 我包了 来 多吃点 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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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呀 金蓝一 干吗 余生呢 余生 余生 出来 干吗 余生呢 谁呀 余生 你怎么在这儿 你呢 你是余生 对啊 我是余 等一下 我是余生啊 余生 怎么了 说话呀 怎么了 余生呢 余生呢 余生 你真的失忆了 真的什么都想不起来了 我只记得你了 你说你要守护我的 余生同志 你但凡有点良心呢 你就要对他负责 嗯 季繁衣 你先回去吧 剩下的事我们自己会处理 子歉 你不能跟这个男的在一起了 他只会骗你 哎呀 我说了 你先回去 他会给我们一个招待的 我不能回去 他只会骗你 渣男 渣男 你个渣男 来 之前你用能量精救我 我只是失去了一天的记忆而已 为什么余胶就什么都不记得了呢 它是因为能量精碎了 没能修复 才会变成这个样子的 那最近你就先照顾郁娇 修复能量精吧 吃饭 吃 吃吃这个 我要吃大虾 不是跟你说过了吗 虾 鱼啊 都是我们同类 不能吃 你不是说你是我的子民吗 你得听命过 我管你 我要吃肉 可是我 吃这个 谢谢 自助三提 别人想吃什么就吃什么 轮得到你来管 你控制力就这么强 我看你就是在PVA谈 控制 你说 我虐待你了吗 我也没必要跟你解释这么多吧 你确实没有必要跟我解释 那你怎么跟子欣解释 子欣的事情我就更没有必要跟你解释 跟你也解释不着 好 你脚踏两条船还这么理直去吗 我没有 你有没有你自己心里有数 还有 关于子欣 我是不会再让着你的 子欣姐 余车呢 她俩刚上去吃饭了 今天要开工是吧 对 所以我这收拾完我就出发了 那你跟她说一声吧 今天余焦可以跟我一起 我哥说你今天不要忙啊 就不打扰你了 对 子欣姐 突然间冒出来那女孩是谁啊 该不会是 你别多想啊 那是余生妹妹 余生 余焦 你焦这脑子 我看我哥对她那么上心 我还以为她一清别练了呢 一段说话啊 走了 金师妹的情况了解清楚了 性格软弱 平常没什么朋友 所以对未婚夫汪又鸣特别依赖 汪又鸣对她呢 他们准备结婚 李欣怡家里什么态度啊 家里有一个母亲 身体不好常年住院 金师妹为了挣取医药费 除了公司的工作 还在外面做兼职 有软肋就会有突破点的 你真的要接触她 可她毕竟是林志身边的人 是不是太过冒险了 不入虎穴 焉得虎子 妈 我身体挺好的 吃得好 同事对我也好 老板也很看着我 我回头继续看着你 行行 妈我吃饭 我先挂了啊 拜拜 拜拜 这个李欣怡啊 挺不好接触的 在剧组里 除了下拉 谁都不爱跟她说话 是啊 我试着跟她搭过话 但她基本只聊工作 根本敲不开口 我总觉得她在伪装自己 看着挺可怜的 那就只能慢慢功课了 给你 坐吧 坐着吃 谢谢啊 没事儿 组里饭菜怎么样 挺好的 那你有什么需要的话 就跟我说好了 好 那我先回去吃饭了 好 拜拜 拜拜 姐 你吃葡萄 坐 怎么了 要你坐着 你偏要站着 衣服我会痴人的样子 不会 不会 最近李子欣怎么老是找你啊 我也不太清楚 那 她找你都说些什么 没说什么呀 救了聊些有的没的 没事找你个小助理 搭讪 那 这我也不太知道 不过 我没搭理她 好好好 我知道了 但是欣怡呀 你是咱们公司的人 你要注意你的立场 知道吗 好 我明白的 明白就好 好 郭董啊 上次您跟我说的这个李李 我已经签下来了 不知道您跟我说的这个投资 咱们是不是提上日程 你动作还挺快 我还以为你都放弃了 既然我想跟您合作 那我怎么都得拿出点生意呢 你说 这画都买了 这画展还能不办吗 那咱们合作愉快 必须愉快 我上次怀疑李子欣你不相信 这次被我找的证据了吧 郭董 合同这边我给你发过去了 对了 你刚才说什么 我说李子欣接近金氏妹 跟她掏近乎 这么说 你是不知道金氏妹这个人 性格唯唯诺诺的 一点都不讨喜 在片场都没人来搭理她的 只有那个李子欣和余生 主动给她搬椅子跟她搭讪 你不觉得很奇怪吗 你总是关心这些小人物的小打小闹 又有什么意义 你不觉得李子欣这个人的所有行为 都很反常吗 等一下 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 解了 我们的时代到了 在这个世界上 强者永远掌控若长 就算是时代变了 也只是掌控的方式变了 真的是不可理喻 怎么了 灵芝把李李签了 还顺利地拿下了陈旭资本 她在这个圈子算是站稳了 我知道啊 这是我帮她办理 你帮她 为什么呀 蜥蜴畅想 要是这么下去的话 那可是对咱们公司来说 那是最大的竞争对手啊 我现在急需要任正 如果我不这么做的话 灵芝一定会怀疑我的 不是 你找任正 咱们可以私底下 你这么做 你考虑过华能影视吗 总要有取舍吧 华能影视之所以有现在的成就 那都是我干妈一手操持过来的 她交给你是因为对你的信任 你可以把它当成踏板 也可以把它当成你的复仇工具 但是你不能用完就扔了呀 那我这也是没办法的选择了呀 如果我能搬到灵芝 心一畅想对我们也存在不了 威胁了不是吗 那如果搬不倒呢 风险谁来承担 到最后不还是我跟我干妈吗 太自我了也好好想想想 老板 这生日打算怎么过呀 要大办吗 大办啊 肯定要大办 只不过 这次我只会宴起 一个人 我明白 交给我吧 餐厅要跟我选最好的 氛围要足够浪漫 可是 人家现在有男朋友了 您这不叫横刀夺爱吗 不 我只叫 逆流阿上 况且那个余生根本就配不上她 她现在只是被谎言蒙蔽了双眼 等她睁开双眼的时候 她会发现 能够陪到她走了最后的人 只有我 好 房间给你开好了 离余生特别近 你要她拉拾拾拾住着吧 挺软的 对了 我一会儿就要跟子欣去表白了 你还借你答应过我的是吗 喂 你说过你要帮我拖住一身的 千万千万千万 不要让她过来道道 我必须的幸福就交给你了 哦 哦 不过你也放心 失晨之后 我会给你买一个 比你还要高的帮忙大 哦 来 祝我们合作愉快 行 那我先过去了啊 自从你姑姑出游之后 叶燃确实帮了你不少 我觉得她之所以这么做的话 应该是有她的苦衷的 哎 其实我 这段时间一直在纠结 你说 我是不是为了达到目的不择手段 这样做的话 和灵芝有什么区别啊 当然有区别了 她本质上就是个坏人 你这种方法呢 是在惩治坏人 本质上就不一样了 你这么说的话我心情好多了 反正方法对不对我不知道 但是我觉得 你下次做决定之前 可以找依然商量一下 嗯 这倒是真的 那要不我现在去找她道个歉吧 嗯 哎 哎 去哪儿 你怎么来了 你不是答应给我今天跟我去吃饭吗 忘了啊 我 忘了 哎 那要不我们一起吧 不欢迎 丁程 我也忘了 你去吃饭吧 那正好我们可以一起啊 对啊 我不想见到她 我才不要和她一起 我们走 别看了 我们也走吧 你慢点吃就没有和你抢 这不是还有吗 怎么了 不高兴啊 因为什么呀 不知道 我也不高兴 都是这个季反应 她总是缠着子欣 她明明知道我和子欣是一对 她这 她这就叫 太不要脸了 对 太不要脸了 嗯 她这根本就是纠缠 破坏我和子欣的感情 就是 卑鄙 无耻 嗯 瞎流 嗯 她居然还让我拖住你 那我不就是帮凶了吗 她让你拖住 我才不要当帮凶呢 当帮凶 是要遭天前的 会遭雷劈的 你看 老天爷都知道我是对的 我要替天心道 你先别管你是不是对的 她为什么要你拖住我 她要跟子欣表白 表白 嗯 她 她当我是叫死吗 所以 我们不能让她说出来 嗯 走 走 行 这个餐厅 一桌客人都没有啊 就去转了 你能不能感觉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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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可不是仙仙男人过不胜利 我们先点吃 你好 点单 好的 这雨怎么越下越大了 现在天气不都这样吗 那我们赶紧吃吧 吃完就赶紧回家 省得一会儿不好走 你知道吗 这雨下这么大 就是为了让我们俩在这一头待一会儿 今天不是你搭车吗 你们就我一个人 请你一个人就过来 对了 谢谢 这是 送给你 干吗突然送我你了 因为我不生了 你生日 送我礼物 我愿意 我是看在 你手上那个丝巾一直没有换 我感觉是没有时间去买 所以我在跟我自己买生日礼物的时候 我身边给你买了一个 含着 我感到 其实 丝巾有这一条就够了 这条对我来说意义非凡 我来了 起来 今天要我过生日 不允许拒绝 走啊 愣着干嘛 去吧 尝一尝 你生日你最大 但十二点已经过了 这个还给你 不允许拒绝 不允许拒绝 但你不是他 我先走了 生日快乐 我先走了 走吧 我先走了 你干什么 让你清醒一点 清醒 人是清醒 清会痛啊 那我跟你一起走 我先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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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我先走了 我先走了 你对自己那么没自信啊 没错 我就是对自己没自信 生怕几番一把你抢走 不是 我是开玩笑的 你在我心里是独一无二的 真的假的 没有人可以替代你 行吧 看在你这么有诚意的 表白的份上 我就原谅你 你故意的 我就是故意的 这 我就是故意的 蓝色星球 蓝色星球 本公主要征服你 明明是我失恋了 现在还要我收拾蓝团 几番一 你帮我下来 你帮我下来 蓝色星球 本公主要征服你 你可以 你厉害 你不相信吗 我信啊 走吧 先回去吧 不 余震跟我说了 我是同理 蓝色星球 我看你 我看你 蓝色星球 蓝色星球 你过来啊 你到底要干吗呀 你过来啊 蓝色星球 你过来啊 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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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躺衣 忑 叛了回忆 少来紫色珊瑚的文具 你为何那么美丽 害我傻傻愣在原地 看你 只是看着你 我要离开你 免得坠入爱的漩涡里 偏偏又相信 那些火花厮舍的剧情 纵情哪有伏笔 像穿越海啸的人鱼 就在风浪里 追寻你踪迹 雨下在不见地的海 雨下一颗长了你的心 这毫无有意 生命中注定 你的余生我不缺席 雨下在蔚蓝色的海 雨下我已难舍的风景 澎湃或寂静 像斑的远行 在脑海的你墨跌 雨下在不见地的海 雨下一颗长了你的心 是毫无有意 生命中注定 你的余生我不缺席 雨下在蔚蓝色的海 雨下我已难舍的风景 澎湃或寂静 像斑的远行 在脑海的你 我的 只有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